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是蒋介石年代 那时候的特务机关到处都是 而且还专门针对国家一些特别重要的科学家 钱学森就是之一 而且当时还是两弹一心的研发时间 所以国家尤为的注意钱学森的安全 记得当时第一次暗杀 是1960年的夏天 蒋介石派特务暗杀钱学森 被公安部门获知 就给钱学森配备了一个专门的警卫秘书 当时按规定只有四副两高才有警卫秘书 解释一下四副市职中共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和二两高市职最高法院院长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因为当时的工作性质 钱学森与钱三强就被破格配备了专职的警卫秘书 但在1964年的时候 又发现特务在食品中投毒 又给钱家派出了专门的食品化验员 这待遇堪比开国大元帅呀 慢慢钱学森身边就形成一个九人工作小组 分别是警卫秘书管理员 吹噬员保姆 司机及花眼员等 所以生活方面毫无后顾之忧 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我国的导弹火箭事业中来 到1964年10月16日 在钱三强和邓架先 以及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后来仅用了两年时间 又把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在一起 组合成射程员 命中率高 而且难以阻挡的核导弹 从此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核大国 震慑住了一切敌对势力 两弹研制成功后 钱学森的下一个目标 便是攻克人造地球卫星技术难关 在克服了无数的艰辛后 1970年4月24日 我国第一颗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天际 人造卫星的发射 成功标志着我国两弹一星计划的圆满完成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